偷藏咖喱妹妹配件 看她多久能发现 咖喱妹妹还差一个五阶紫枪托 就能五阶尖枪 所以说别的咱们都不藏 就藏这个枪托 同时从柜子里拿一些机械材料 放到背包里面 让她误以为 我把她这个枪托给她分解了 能藏东西的地方 远天城 夏尔镇 圣托帕尼 只有圣托帕尼 咖喱妹妹有可能不知道 所以说呢就藏这儿 上午十点半小帕把配件藏了起来 结果没想到 十二点零三分她就发现了 我只能装傻 她还说等客服查出来 如果是你分解的 给你没完 威胁我呀这是 你不是有客服吗 让客服去查 让小帕没想到的是 客服居然查不到 不是小帕我吹 如果我不告诉她 如果她不发视频求助 她恐怕这辈子都找不到 太笨了 最终我还是告诉她了 没办法呀 她太笨了 找不到 最后为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咖喱的三阶紫色窗口分解了 客服能不能找回来